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要去面包店找你 横伟说 店打烊了 叫我不要去 我现在在这边等他来接我 你要找我 我有话要跟你说 既然这样 我们一起去面包店吧 我现在刚好要打扫 奶奶可以跟我一起过去 有什么话我们就边走边说 会不会不方便 不会不会 反正奶奶也要等横伟 我们可以一起去店里比较安全 就在前面而已 没有很远 走路几分钟就到了 好 那就打扰了 走吧 我遇到静晨 他带我去面包店等你 慢慢开车 注意安全啊 姨爷 姨爷 你怎么还敢来看他 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爸的死你要背负一辈子 我不会原谅你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你现在呢 要当和伟的特助 还有时间雇到面包店吗 我都是利用下班 还有假日的时间来帮忙 练练手艺 顺便研发新口味 这样不会太辛苦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毕竟重新装潢之后 身衣变得比较好 如果我多帮一点忙 爸妈就可以早点回家休息 年纪轻轻的还真能吃苦 不会苦啦 这些都是我喜欢做的事啊 能来店里闻闻面包的香气 柔柔面团 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 我之前啊对你有成见 不愿意去了解 现在跟你这么一聊 才发现你是个好孩子 奶奶 你刚刚说有话要跟我说 是要说什么 虽然要我接受和伟喜欢你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 我不反对了 我会努力去看你的好 也会努力去尊重和伟的选择 跟决定 谢谢你不生气 谢谢你不反对 谢谢你 你这个臭小子 我都这么老了 你还错动法 对不起 我还没有开始接受 你高兴我会太早了 没关系 不管奶奶需要多少时间接受 都可以 只要奶奶不伤心 不生气 恒伟就不会难过了 你开心是为了恒伟 那天话展发生的事 恒伟很自责 对你很歉疚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那么难过的样子 他很怕自己的冲动伤害到奶奶 让你伤心 算我啊 没牌疼这个孙子 奶奶 恒伟真的很在乎你 你是他最重要的人 只有你好 他才会好 只有你开心 他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在这个世界上啊 没有任何事情 比我的孙子啊 幸福更重要 我原本以为 只有家人才是真的爱他 没想到 你也是 我 我 我 不用紧张 也不用害羞 相爱本来就是这样的 只会为对方着想 完全忘了自己 好了 既然把话讲开了 改天 约你的家人吃个饭 大家认识一下 要跟我家人吃饭 认识 是啊 总是要见上一面吧 这件事 我会再跟恒伟讨论一下的 不用担心 我跟你家人啊 不会白脸色的 既然我答应了会尊重啊 我就一定会做到的 你们放心去安排吧 对了 奶奶 我今天刚好做一款小点心 奶奶要不要试试看 顺便给我点意见 好啊 我最喜欢尝新东西了 我去拿 你们店里还放照片啊 对啊 那是爷爷比赛得奖的照片 还有我跟我爸的合照 我爷爷前几年过世 这一次重新装潢 我跟我爸就决定 把爷爷的照片 摆在店里纪念他 能教育出你这么贴心 又真诚的人 你爷爷肯定是个很好的人 是啊 我爸是全天下最好的爸爸 我爷爷也是全天下最好的爷爷 你爷爷得的是什么奖 我爷爷他 奶奶 你干吗 我刚刚看奶奶差点要跌倒 所以赶快冲过来扶你 有吗 有 我只是刚刚看你拐了一下 所以赶快大声喊你 要你注意 是这样 奶奶 时间晚了 我们赶快回家吧 别打扰静晨打烊醉 奶奶 不好意思 都没时间好好招待你 好吧 今天很伟来接我了 静晨 谢谢你 没什么 奶奶 好 对了 随时欢迎你到家里来坐坐 陪我聊天 我会的 奶奶 记住 不要忘了你的小点心 好 奶奶 我们快点回家吧 好 差点就穿光了 来 这条大子 他们 润 欧 受 您 是